近日,中国复兴号高铁开进巴基斯坦 在高铁运行开通仪式上 民众急报现场 整整庆祝了三天三夜 巴铁总统激动落泪感谢中国 并且还说道 为了等这条高铁线路 我们整整等了一百年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一直以来 打基斯坦都是中国最为友好的重要朋友 双方在长期交往中 像亲人一般在诸多困难挑战面前 团结互助 协作共赢 并结下了深厚友情 成为患难与共的兄弟之国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 两国关系越发密切 正是给予双方之间的深厚友谊 中方在诸多领域 给予巴基斯坦更多关注支持 可以说支持领域涵盖经济 项目 基础设施 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 这为近年来巴基斯坦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期中巴友谊再次传来好消息 由中国成建的巴基斯坦 首条拉荷尔轨道交通呈线高铁 在该国顺利运营通车 这一重大项目的建成投用 也在一次彰显了两国人民亲人般的深有友谊 这条线路标志着巴基斯坦正是进入了铁路时代 更重要的是 这条高铁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中国技术 中国装备 呈现高铁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标杆项目 可以说率先开启了巴基斯坦的铁路时代 也成为中巴两国友谊的新建政 据报道 此次的开通仪式也颇具特色 民众彻底急报现场 并且庆祝了三天三夜 巴基斯坦总统表示 这个由中国企业成建的轨道交通项目 是目前南亚地区最为先进的轨道交通之一 他还表示 为了这条高铁线路 他们整整等了一百多年 据悉 这条线路的开工 会大大提升该城市的生活水平 而且还会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 做出极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 中国制造再次成为巴基斯坦 有人关注的热点之一 许多处行民众纷纷选择乘坐一次高铁 亲身感受中国制造给他们生活 带来的实际改变与便捷方式 不过还没有新的体会 乘坐之后 该国民众几乎一口同声 对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造 这条高智能化的高铁线路表示惊叹 尤其是高铁带给他们 快捷和舒适的亲身体验 让民众对中国技术 有了新的感官认识 干净的车厢 明朗的光线 高铁飞速又平稳地行驶着 车厢里不少巴基斯坦人 举起手机与游人合影留恋 呈现高铁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标杆项目 率先开启了巴基斯坦的高铁时代 成为中巴两国友谊的新见证 记者采访高铁上的乘客时 乘客纷纷表示 谢谢中国 中巴友谊万岁 非常棒的服务 我们很开心 享受这旅程 这条高铁的开通 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有重要意义 将是巴基斯坦将拥有 南亚最先进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体系 助力提升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这条高铁一开通 成为了巴基斯坦的一个热门打卡的 很多人拍照发朋友圈 有相关人士透露 为巴基斯坦建造的这条高铁线路 整体都是按照中国标准来建造的 而且该条高铁全长570公里 途径26个站 从设计 制造 建设到运营 中国城市高铁全产业链输出 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签约实施的 大型轨道交通项目 将为一千二百多万民众 提供交通服务 在修建的这个过程中 还为当地创造了七千多个工作岗位 而且后续还会创造至少两千个岗位 这也意味着 这个项目在当地就已经创造了 近万工作岗位 许多民众希望中巴之间携手合作 能更进一步 在更多领域给予巴基斯坦关心帮助 帮助巴基斯坦朝着更好的 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外进 在更多城市都能建设这样舒适满意的便捷地铁 改善民众的出行方式 巴基斯坦也会一直把中方作为最牢靠的朋友 坚定维护中方在巴投资利益 不过中国和巴基斯坦都不满足于此 后来两国还打算继续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 打造一条一百亿美元的高铁项目 这个重要的项目是已经在巴基斯坦区域当中 停滞了很长时间的一号铁路项目的升级改造 它本来的规划将对中国西部通往巴基斯坦区域 带来更加便利的条件 建成之后能够大幅度加强目前巴基斯坦的贸易发展 那么一号铁路项目到底是什么呢 长久以来 巴基斯坦地区都受内部环境以及外部的综合影响 使得他们成立多年 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当地人基本只能够依靠农业生活 近些年以来 以经济作为基础点来看 巴基斯坦在全世界当中属于落后地区 无法上升的经济 也注定了巴基斯坦没有办法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 甚至连他们原本拥有的铁路 也因为没有能力 没有资金去修理 而时常出现事故 与之相同的是 巴基斯坦海运的发展也非常困难 当这些问题被积攒得更多之后 巴基斯坦就呈现出了一个越来越糟糕的局面 当然巴基斯坦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所以他们要想方设法进行贸易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保证铁路的畅通 为此他们就想到了曾经多次进行过合作的中国 中国在看到巴基斯坦的困境之后 也是果断伸出援手 那么中国都做了些什么呢 以目前巴基斯坦的能力 要想单靠着自己去建造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将会面临着很多的难题 但是中国已经拥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所以当中国愿意为其提供帮助的时候 巴基斯坦也是非常开心的 为了让巴基斯坦的贸易得到改善 中国从2002年开始 花费14年的时间 帮助巴基斯坦修建了瓜达尔港口 这个港口不仅让巴基斯坦能够得到 与其他国家更方便的交流 同时也提高了经济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 中国还投资150亿元 帮助巴基斯坦解决了电力方面的问题 这个发电站使用的是水利发电 根据数据可知 它每年能够为巴基斯坦提供5亿千瓦士的电量 另外 现在巴基斯坦的第一条地铁 也是由中国帮忙进行打造的 这条地铁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当中 这个项目的成功也让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更进一步 第一号铁路项目被称作是目前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协议之中 达到的投资额最高 并且拥有最高建设价值的铁路 从目前的资料当中显示 在项目升级建设过后 整个铁路的长度能够达到1733公里 除此之外 铁路的速度也将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原本的速度为每小时行驶65公里到105公里 在升级过后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就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到160公里的速度 这样的话 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乘接的货物就能够进行更加快捷的运送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的出发地点为卡拉奇 之后将经过拉荷尔 伊斯兰堡以及白沙瓦也就是说 它将成为巴基斯坦最重新区域的连接方式 那么 这条铁路到底对巴基斯坦有多重要呢 因为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属于超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所以它不管是在内部的发展还是外部的连接方面 都将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首先 在内部的发展上 巴基斯坦可以通过铁路项目的建设 创造大约2.4万个可以提供给当地民众的就业岗位 其次 在外部的连接方面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能够与中国进行更加方便的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 中东国家以及欧洲都有能够通过这条线路进行交流 这样的话 巴基斯坦在国际当中的地位就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自然而然也就呈现上升趋势 其实 在很早的时候 巴基斯坦就一直在计划这个铁路项目 但是却出现了停工的问题 根据相关的报道可知 2017年的时候 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就已经被正式地提上了当地的日程 但是后来巴基斯坦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 原本定下需要68亿美元的投资额 在最后增加到了98亿美元 这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所以这个项目短暂地出现过停工现象 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解决 项目也重新启动 在巴基斯坦一号铁路项目的消息被公布之后 很多其他的国家都非常羡慕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 中国为巴基斯坦升级的铁路项目 很有可能会在两年的时间之内就正式完成 相信在一号铁路项目建设完成之后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能够更上一层 巴基斯坦的发展也会因为这个项目而变得更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